台東有名的鳳梨世家 2021年遭中國以驗出借殼蟲為由 禁止進口 眼看產季就要到來 國台辦無預警宣布 放行部分台東世家 这两年的时间 这些果農都非常吸引 当然是苦哈哈的 这个收入是这个折半再折半 农民乐见世家恢复出口中国 但十几点就这么刚好 在海峡论坛后 國台辦新闻稿 还归功于中国国民党 副主席夏立言 台东县长饶庆林 多次向中方表达 恢复世家出口的愿望 如果失去了中国大陆市场 这对台湾的农业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庆林中心希望两岸 能尽快存起运销合作 饶庆林在海峡论坛上 深深重视中国市场 换来政治红利 但农委会点出 台东的凤梨世家产业 总共有1009个工果园 和50个包装厂 目前只有25个工果园 三家包装厂 14个农民获得许可 其实还不到3% 希望中国接下来 能依据国际贸易规范 跟我方进行对话 我看世家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水果 每个人要给他戴上不同的帽子 那是每个人对他的定义 我认为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把戏 选举到了 再来帮国民党做业绩 呼吁各界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政策买票 却忘记后面会有更多 随时的政治封杀 中国以经贸促统的操作 台湾人看在眼里 从卡关到放行 都是政治考量 中国现在想要营造一种形象 想要从加害者变成失会者 那在国民党去完海峡论坛之后 国台办立刻就宣布 恢复台东的世家 可以输入中国 那么看在同样是农业大县 这个云林县长张立善的眼中 他说这对国民党的总统大选是利多 不过我们来看到现在普遍来讲 洪友宜在民众的心目中 这个好感度是怎么样 昨天在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这个政治人物好感度当中 洪友宜是四位当中 对没错 因为他们把郭台铭也加进来了 洪友宜是四位当中 唯一一位低于50分的 在这份民调当中 只要是低于50分 就表示民众已经是 渐渐产生了厌恶感 洪友宜只有48.78% 来洪友宜现在的民调 还有舅妈石漆姐 而且台湾民意基金会还做了一题 是说你认为中国最喜欢哪一位候选人 哇 侯友宜这个是领先群雄 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是中国最喜欢的候选人 这个有52.8% 真的是第一名 跟共产党的关系越好这件事情 其实某种程度在台湾选举当中 可能是会引起反效果的 所以当这个世家只有台东的可以输往中国 然后张力赛还觉得哇 这对国民党是大利多 就是你会不会对于政治的理解 其实实在是反其道而行 或是看得太表层了 对 而且这个太清楚了嘛 你就去海峡论坛 然后中国就说OK你台东的可以 那所以你就是用政治来决定一个正常经贸的行为 台湾要求不多 台湾只是希望说我们就按照游戏规则 按照游戏规则你中国都办不到 然后要用政治来卡的时候 那所以对于台湾人的反感当然是高的 回到侯友宜的身上 就是说侯友宜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你自己的盘顾不了 所以你现在首要的应该是说 你找因为他不是之前曾经讲过一句话 定位比较重要 对不对 定位 然后当时还被人家笑说 你是没有GPS吗 你是没有导航吗等等 好那所以侯友宜你要确定自己的定位 你的定位要走哪一条路线 你是不是应该把盘顾好了之后 赶快把留到柯文哲那边的两成票 先拉回来之后 在徐途这个长大才会越长越胖 你现在问题是两成都已经被柯文哲给拿走了 你现在凭什么去跟人家在那边 在那边讲 凭什么去跟人家在这场比赛当中比拼 那就回到了他在台大的这个演讲 他在台大其实的确是做了功课 比政大好一点 坦白说他的确有做功课 比政大的表现要来得好 但是他仍然没有达到年轻人希望的直球对决 就是你问了这个问题 他仍然没有跟你回答 他有没有绕到外太空 他很多还是绕到外太空 譬如说他回答说你要不要迟 就是如果你选不上的话 你要不要迟 他没有回答他仍然是在讲说新北就是台湾的缩影 对了他就是改了一下用语 因为他上一次的回答是说我们新北有山有海有很多的渔港 那这一次改了用词说新北就是台湾的缩影 对你仍然没有达到年轻人希望你直接回答我吗 你会不会迟吗 那如果你很难回答的话 你就用陈以兴的回答 陈以兴的回答其实是好的 我既然参选我就没有输的打算 我一定会选赢 所以你提出来的问题假设性高 我认为不可能发生等等 所以说这些回答也都OK 也比你在那边东绕西绕好 第二个问题是那你是房屋大户 你要不要增加屯房税到10% 他也没有回答 然后再加上他讲到说 我是第一个到中国去的公安 也就是说你的表现你的用语太过遵从中国的逻辑 你连两岸现状的描述互不隶属 你都不敢讲 你都说按照我们的宪法怎样怎样 就是说你一直在绕圈圈 你本来这个给大家的说法是你要直球对决 所以你做了功课 结果你根本没有直球对决 这他的确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有很多都没有办法满足年轻人期待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到台大去了 还要被做成影片来迷音化他 好那所以他两 释迦跟他台大演讲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你到底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轻松的就讲出了中国逻辑 中国思考下的公安的用词 你要知道当一个总统 你现在要选总统 你未来可能是总统 总统的讲话每一个字都重要 你不可以随心所欲 所以柯文哲你每天在那边嘴巴嘴皮那么松 其实他根本不够格当一个总统 因为你今天讲的跟明天讲的不一样 你是一个不稳定性极高的人 那侯友宁你的讲话也很重要 所以你不能像我觉得一人之还OK 因为反正你要选的是地方层级 对你现在要选中央 但起码不是要选总统 当总统真的每一个字都得要小心 国民党很喜欢嘲笑 你看蔡英文都读稿机读稿机 因为他是总统 他每一句话都不可以随随便便 这是代表他谨慎 他怕出错 他不要让你们有任何的辫子可以抓 那这件事情极为重要 所以我觉得侯友宁不够谨慎 他会太容易的脱口而出公安这种话 不敢对于中华民国的现状加以捍卫 只敢拐一个弯说按照宪法 然后还要摔人家 台独今孙你要怎样怎样 我倒是想反问你 那你为什么这么顺从习近平的逻辑 你为什么这么顺从中国 要当一个乖乖的好孙子呢 你骂人家是台独今孙 你难道不是中国的乖孙吗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侯友宜要如何能够起始回生 你先想方设法 确定你的定位 把你的盘给整好 要不然哇 你看那个柯文哲 每天受访 嘴巴从右耳笑到左耳笑太开心 因为他就是要把国民党的血吸干抹净 现在已经吸得蛮不错了嘛 所以他要尽可能吸嘛 他要吸到说让你侯友宜变成当初的零根人嘛 那所以你国民党在总统大选 愿意当零根人吗 愿意吗 所以你如果不确定自己的定位 你要怎么抢回那20%的选票呢 那20%的支持度呢 就是侯友宜 你就不用好高骛远 在那边炮打什么台独精神 你先把两层拿回来 拿回来 然后再去跟赖清德嗆嗆 我觉得那个才有逻辑感 对侯友宜现在要先把自己的团队给整顿好 我请伟山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啦 这一位这个伟山一定不陌生 这本来是新北市府的副秘书长 那后来辞职之后 是进到侯友宜的进办担任执行长 张琪强 他是侯友宜的新妇 那么昨天国民党宣布 要聘任张琪强为党的副秘书长 所以外界就解读 这是国民党党中央跟侯友宜竞选团队 两个对接整合的第一步 这有助于未来的选战吗 来 伟山 确实是因为张琪强过去就媒体人出身嘛 所以过去他在市府里面 他担任的一个角色 他也是做这个跟媒体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那所以他对这个操作其实非常清楚 那确实过去大家都一直在外面 有听到很多声音 就是说这个侯的进办跟这个党中央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连结的 包括之前开会啊 可能连LINE都不愿意留 因为他们说会担心这个资讯外流 外面就曝光 可能会把这个进办的秘密都讲出去 那所以今天也有一个他的心腹 可以到这个党中央去作证 那确实是有机会可以把两方就是媒合在一起 那确实也看得出来 最近在这个未要案的事件上面 整个国民党是动起来在打民进党 从这个国民党中央到国民党团 这个立法院党团到侯友的进办 其实都是这种连续发 就是连续攻击 就是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这个行政疏失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立场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确实是有可能可以整合成功 但是最主要是也不是只能靠一个人 还是要看侯友本身的诚意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侯友过去在跟这个党中央 或是在这个整个国民党的整合上面 我们看起来是并不是太好的 那侯友的腰不够软 就是大家都觉得侯友是一个刑警出身 照理来说他应该很知道怎么跟大家互动 可是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就是侯市长其实有点像是看高但不看低 就我对他的一个理解跟一个观察 就是他对于他觉得他觉得没有那么 等于说他高高在下因为他民调很高嘛 就是又是五星的市长 他觉得他自己是应该是大家来拜托他 而不是他去拜托别人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确实是错过了很多整合的机会 那今天只好靠幕僚 看可不可以去跟他们去做更大的互动 那这个到底最后有没有成功 我觉得还是要看陆续他们在整个竞选的节奏上面 有没有做得比较好 侯友宜如果继续失分 这个民调越走越低 真的就是开心到柯文哲了 不过柯文哲十年前 他就是因为参加太阳花学运 白色力量也因为这个太阳花学运而起 不过十年后柯文哲现在喊要重启服帽 绿莹就痛骂 这样真的对得起年轻人吗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看